Hello,大家好,今天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包包 这个,这款,这款真的,我买了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挺特别的吧 所以就买了它,因为我在机场有背过 然后我通常就是因为它真的手机什么的根本就别像 基本上润唇膏啊或者纸巾什么的,还是可以装 基本上在机场或者出去的时候都会带一个这样小的 然后再拎一个大的,然后可以这样写背着 然后也可以这样拎在哪里很好看 这个包它有一个黑色的盒,应该是一个黑色的棕色的 我就纠结了半天我就买了一个棕色,因为黑色包太多了 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喜欢皮的包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女生吧 所以我觉得它很特别,然后这种包基本上我买的很少 我觉得可以搭一些西装呀,比较中性一点的盒子会比较好看 但是它也不是那么好搭,所以说但是它价格不是说太贵吧 所以可以买一个这样比较特别的 这个包包应该是今天最火的吧,Celine的这个夜想包 然后你知道吗,每次我一杯我的同事都会买一个同款 你知道我有多带货吗,但别看他小的,他真的还挺能装的 反正挺时尚的,我觉得Celine的一个包包 Celine我也是一个特别喜欢的一个牌子 一线品牌里面,这一万块钱左右的包包是很OK的 然后它这样的一个老花的这样的一个也是挺精简的 那我其实我自己从一开始我是特别喜欢皮的 然后特别大的包包 所以当时我看到这一款我就太喜欢了 因为我个子也不矮了,也挺高的 所以比较适合您大的包包 但是可能个子跟特别高的女生的话 就不太适合您这种大的包包了 然后里面是这种隆隆的,质量各方面也都很OK 这个也是Celine的一个,今年出来的一个牌子 就是男孩子,比较寒份儿嘛 这个西装啊,大不小裤那种,就很好看 然后同样Celine的,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包包 所以你看我的包包就是要不就很小,要不就很大 所以背一个这种,背一个这种小的包包 在机场,背在前面 然后再另一个这样的一个大的包包 谁说树门一定要背,只能背一个包 很多人不一定,你买的包包不用,那多可惜 那你下个出门可以用两个包 我觉得也挺好 比较新的一个,Celine的这样的一个包 挺轻的 这边是皮的,然后这边是布的 我觉得我完全就是好看,我就买了 这个包包,就是为什么我会买个紫色的 因为我刚才你看我所有包包 都是黑色或者是纵红色的 这也就是出了很多个颜色,然后叫什么枕头包 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反正是这样什么名字 就是我的同事呢,他们比我更了解 他们一直跟我普及,但是 每次我买回来,他们说,这个包是什么包 我说我不懂,但是我就觉得 可是好看啊,比较适合我 这个包的确是有点难配啦 因为它经常也背过 但是,真的我太想起了 我觉得它这皮摸得太舒服了 然后这个枕头,然后带一个很软 里面也可以装非常多的东西 今天我的最喜欢的颜色应该是紫色 所以我就买了这款紫色的 这个包包呢,这个包包是 我觉得为什么我买它 因为觉得它很lady 就是觉得这个上面写着我的名字 这个款式上面写着我的名字 我就看到戴哥在那花驴下的这边 然后赶紧给我拿下来 这包也是这个 我觉得这个形状还蛮特别的 然后又是皮的 它也是还蛮中性的 然后设计也很特别 然后是这样的一个形状 这里也可以翻很多的东西 刚刚的时候可以用一下 蛮特别的 差不多就是最近我比较喜欢的 最近比较喜欢的包包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